上海外灯谁都知道 但你听说过这里有一栋建筑会跳舞吗 据说现在有不少人懂得前往那里打塔拍照 究竟有什么奇特之处呢 这个复兴艺术中心 就是现在年轻人非常喜欢来的一个地方 它本身的你看 它那个造型就挺特别的 它在设计上其实也是一种中西合璧 既有中国元素的冠冕 同时也有西方元素的竖琴 而且它还有一个很好听的名字 叫会跳舞的房子 上海复兴艺术中心坐落在外灯中山东二路上 通体由675片黄土打造的流苏莲幕包围 每到整点时间 整栋建筑的莲幕会配合音乐进行转动 因此这里也成为年轻人追捕的热门网红打卡地 看到了 动了动了 而且音乐响起来了 听到声音了吧 对 所以会跳舞的房子 在这一刻就得到了充分的展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谢谢大家 这一刻就得到了充分的展现 并且有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